香港这两天新增了15例欧木孔输入 累积已经有34例 港府为了进一步减低可能发生的传播风险 推出了多项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并进化要求餐厅内用必须先打疫苗 不过进餐厅要扫安心出行记录 也引发不守争端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这是香港一家餐厅员工 要求用餐客人出示安心出行记录时 发生口角 甚至上演犹如叶问的永春之手 随后相信他在女儿的劝阻后才平时风波 香港进餐厅内用规定要扫安心出行二维码 引发不少争议 港府为了出使全民接种疫苗 应对Omicron疫情的威胁 还正计划进餐厅内用都要打针 餐厅业者也忧虑检查针卡时有出错 也容易引起纷争 更担心影响生意 而港府也已经规定公务员 除了医生证明不适合打针 否则明年2月起一定要打了针才能上班 香港内计Omicron输入个案已经34宗 也出现过检疫饭店的传播 所以规定如果检疫饭店有Omicron确诊 他所住的对面及乡邻房间客人 要每天进行病毒检测 直到离开饭店7天之后 减低传播风险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